哈喽 各位观众为你持续掌握在环太军演的最新现场 我们持续可以看到 虽然今天环太军演已经正式开幕了 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参与国 他们的军舰也是陆续的抵达到了萨威尔的军港里面 其中非常受瞩目的就是这个盾位真的非常大 有7000吨的澳洲的河巴特级的驱逐舰 它叫雪梨号 那么可以看到这艘军舰它使用军港 对比旁边的军舰它的size真的是相当的庞大 那么可以看到澳洲其实是Rimpact的常客 它也常常会派出非常大型的军舰前往来到夏威夷这里 以今年来讲他们所派出的这艘雪梨号的驱逐舰 刚刚提到了不仅它的盾位相当大 它其实也是非常的新 因为它才2020年来正式的服役 所以等于到现在为止其实只有大约四年不到的时间 那可以看到这个新的驱逐舰它其实是神盾级的驱逐舰 而且它自己是有搭载MH-1602的反潜的直升机 可以执行反潜任务 而且它自己也有搭载鱼叉的反舰飞弹 那另外其实倍速瞩目的就是当然也要看美方用不容易点头出售给澳洲 但是它是能够来搭载这个战斧巡逸飞弹的 所以它的火力还有战力是非常的强 那么可以看到澳洲其实都是每次举办军牌的时候 基本上澳洲都会来参加的 所以可以看到预计今年澳洲当然作为这个韩太平洋军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国 它要如何跟一些周边的国家 还有包括当然像是美澳之间的同盟 另外以及像日本以及南韩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如何针对于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这个部分呢 要如何做这下关的演讯 当然就是外界我们非常来要来关心的事情了 那TVBS采访的会持续在下一位因为你掌握任何随意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